8.21分來到了台股的盤錢解析了 我們先歡迎到今天的財經專家恩偉傑 偉傑早安 學一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 今天我們來關注到了 其實最近大家每天都在談 就是現在的股市 已經跟基本面完全脫鉤了 而且還脫得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我們說這是資金行情 用錢堆起來的 那昨天在美股 其實就有一個很明顯的表示了 納薩克去創新高 高得不得了 但道瓊因為反映到說 疫情明明就還是很嚴重 美國經濟很差 雖然說領事驗金人數近四個月新低 但跟過去相比 還是很多人沒有工作做 但川普就趕快撒錢 給這些失業的人 所以大家都去領錢 因為他不要說我沒工作的話 然後我就以後不要偷給你 那現在很明顯看得出來 是狀況不好的 台股萬惡之上 三十年新高 但大力光的法說會 會不會成為今天影響台股 很重要的關注焦點 還有美股怎麼觀察 好 我想其實在大力光 昨天下午的法說會當中 大概也符合我們之前在節目 跟大家所提醒 應該在第三季的相關的看法 會比較保守 所以其實等一下 我們用新聞面的重點 幫大家做一個仔細的說明 到底大力光的第三季 我們要怎麼去做判斷 標準在哪裡 什麼叫強 什麼叫弱 那美國股市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道瓊共和利指數 基本上它就是貼在月線的附近 那貼在月線 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就是時間越久 它就會造成月線下彎 那昨天是下彎的更明顯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 道瓊共和利指數的部分 它就變得比較弱勢 那前面的這個空方的缺口 也沒有進行封閉 這個空方缺口什麼時候 就是6月11號 那也就是說 它現在離井縣的位置 就越來越近 離井縣越來越近 好 那道瓊共和利指數 它比較偏弱勢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道瓊成分股就30檔 而且都是比較偏傳統產業 包含像是航空 能源等等 所以這一次比較偏弱勢 就反彈結束了之後 開始回歸到正常的基本面的反應 所以它的漲勢就會跟不上科技股 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傳統產業代表 我覺得道瓊共和利指數 相對比較偏弱 好 另外在科技股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NAS的指數 持續創下歷史新高的同時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我們還是提醒 就是前波的高點 它這邊有一個整理平台 它是一個比較短期的強勢支撐 是不容易跌破 也就是說剛好在月線的附近 那如果不小心接下來 跌破月線站不回去的話 那代表科技股也開始出現泡沫的風險 那領先指標在廢半的部分 昨天的漲勢相對比較猛一點 那還是持續過高 那過去這一個禮拜 我們一直都跟大家強調 廢層邦尼指數在突破高點之後 它就只有一個方向就是這樣 它就是只能這樣 那如果停月久 它就會變得跟道瓊共和利指數一樣 所以這兩個指標 你們就可以稍微去做一個對照 什麼樣子的走法 是我們之前所提過 那什麼樣的走法 不符合預期的時候 它會轉弱 大概就是用廢層邦尼指數 跟道瓊共和利指數 去進行對照 那從整個結構圖的部分去觀察 你會發現最綠的 綠色 綠色上漲嘛 最綠色 全部都是科技 然後全部都全值 全部都全值 那你看到在這些 這個叫做傳統產業 這個叫金融產業 然後這個叫做生技板塊 其實就是傳產跟金融 開始在轉弱的發展 那另外呢 金融股我們是不是特別提到 它現在就是弱勢蓄跌的一個發展 那科技股呢 強勢的這個穩住了大盤 可是呢 卻沒有辦法能夠讓整個 美國股市進入到一個比較健全的結構 所以其實你扣掉這幾檔 科技股 你會發現其實美股已經漲不動 美股已經漲不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五檔全資股有多可怕 FAMG它未來的本益比預估值 已經來到了29倍 29倍的本益比 超高本益比 不要忘記喔 他們的獲利是在往下掉 對 EPS在往下掉 利用本益比去撐它的股價 所以這個叫做價格 所以未來必定會修正 那如果說現在呢 有很多的投票朋友想說 那我去投資跟這些相關的個股 那有沒有機會能夠回本 我告訴各位 那個最低的那個底就是今年最慘的 對 就是在這裡 這裡大概將近快20倍 那你看20倍這樣畫過去 對 其實也是在歷史相對高 對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從 泡沫到高檔 然後又回到超級大泡沫 超高檔 好 那就是這邊29倍 那大家知不知道本益比的意思是什麼 本益比是什麼 就是你買這個股票 幾年之後可以回本 對 幾年之後可以回本 所以你現在如果去買 這五檔全資股 29年才會回本 可是29年之後 還有沒有這五家公司 你不知道 所以風險是在這邊 所以大家如果是利用本益比的方式 比如說像現在台北股市的 本益比的拉高 有人說台北股市本益比 會30倍 40倍 那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現在進入台北股市 30年後你才有可能回本 如果用股價來說 有句話就是說本益比太高 就代表這個股價太貴了 太貴的股票 我們就不要去買它 因為你要這麼多你才會回本 那什麼叫便宜 就是本益比可能10倍或是5倍 這樣就相對便宜 對 那如果配息率也沒有很好 那你的時間就要更延長 對 這個是目前 這個美國股市 只有這科技全資股去做帶動 讓指數失增的最主要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 那下一張圖的部分 基本上現在公布出來 就是6月份的整個商業不動產 就是CNBS的違約率 已經從上個月的7到這個月的10 這個違約率其實是創下 基本上是歷史新高 那違約率代表說 有越來越多家的商業不動產 他們的這個債務是有出現問題的 那麼為什麼他們的商業不動產 會出現問題 我們過去有講過嘛 到目前為止美國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8708家的門市是關閉的 關閉 那去年是多少 去年一全年才9300家 那預估到今年底為止 會有25000家門市會關閉 所以這個會往上衝 這個會往上衝 不要忘記這個華爾街的這個狼王伊肯 這個伊肯 在這個CNBS的這個相關的 違約率的操作當中 賺到了非常多的錢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整個導電潮還在持續當中 企業的倒閉潮 各位過去GNC倒閉了 那剛剛我們新聞裡面也看到 Blue Brothers這200年歷史的 這個公司也倒閉了 然後所以其實在全美 這個JC Penny這個百貨也倒閉了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倒閉潮的背後 銀行的是什麼 工作機會的永久喪失 所以為什麼現在美國的經濟 會非常的嚴峻 川普一直要利用 這個所謂的撒錢 撒錢不是叫FED印鈔 是直接發錢給美國民眾 維持住他們的消費力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個紓困2.0的方案 還是卡在參議院 因為參議院大多數的議員 不贊成川普的這種做法 認為他們會拖垮 這個美國的財政 所以其實一直都在hold住 那最後的第一波紓困1.0 就是第一波的這個紓困案 到期的時間是在7月31號 現在幾號 現在7月10號 對不對 7月10號 那大家都開始倒數 到7月底之前 有沒有看到紓困2.0方案的推出 沒推出 那從今年7月31號過後 美國的經濟情況 將會進入到更嚴峻的發展 當然對美國股市來說 也很有可能會進入到 一些相關比較明顯的修正 這個是大家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麼像剛剛韋傑講到說 美國開始有很多企業倒閉 其實台灣也是有一樣的狀況 雖然說我們看起來 受到疫情影響相對比較小 但台灣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是撐不下去 因此倒閉的 那那一天呢 我們就看到一個網友 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是吃了陳時豆小寶嗎 因為他這個倒閉的新聞 下面就回說 股市一直漲 為什麼店家一直倒 這個就是講到一個重點了 就是說股市漲不停 但實際上人民感覺到的 基本經濟是很差的 尤其是做老闆的最有感受 所以我們就是要回歸 基本面來看看了 到底現在這個資金泡沫會多久呢 那麼昨天有個人講了實話了 他的話應該是可以信吧 這是大力光 我們常說從手機產業來看嘛 因為就是領主線要先拉貨 那我今天要做這支手機 我就跟你大力光叫貨 我要幾顆鏡頭 那現在他就說 我感受到了第三季第四季 叫鏡頭的人很少 下修很多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做手機的人 我預估說呢 大家不見得會買 我不用做那麼多手機 所以他已經看到 以後的消費力道是比較弱的了 那在推估來看 你就知道說 那三世紀股票還會那麼旺嗎 市場消費還會那麼好嗎 所以也許大力光 法術會長的話 會對台股來個衝擊 或做個修正 其實在今年 我告訴各位 今年在所有上市會公司 法術會當中 是可以判斷 未來下修完之後 你可以去投資哪一家企業的最好時機 你要看什麼 看哪一家公司的老闆 吃了誠實豆沙包 對 這真的很重要 敢說真話的人很少 沒錯 那所以其實 在大力光的部分 你們看到 在最近這六季的EPS 其實是 見到了這個高點之後 就開始往下滑 那為什麼呢 好 為什麼 就是因為 第一個就是疫情關係 第二個就是 其實早就已經見到了 相對比較停滯的成長 在手機出貨的部分 另外我們先看一下大力光 3008的股價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為什麼大力光 它的股價 我們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為什麼大力光的股價 在這一波以來 會相對弱於大盤 各位大盤的位置 早就已經在這裡了 在框框外面 對 可是你看大力光 一直都趴在地板上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講過 這個五六月份的業績相當 我們先跟大家講 六月份的業績是41億 好 那七月份跟六月份差不多 八月份又跟七月份差不多 那是不是代表 其實七八月份 大概都是四十幾億左右的營收 各位知道去年大力光 七八月份是多少嗎 七月份大概是五十幾億 八月份大概六十幾億 然後呢 就是會月增明顯 九月份大概是也是六十幾億 所以你就知道 大概接下來七月份到八月份 年減會出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衰退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不是之前告訴大家 蘋果在今年的手機的這個 出貨的預期其實是下修多少 百分之五十嘛 那是不是訂單會被砍 對啊 你看一對照起來 你會發現大力光一直都要講實話 那市場上的這個相關的消息 基本上可信度也越來越高 是 再加上剛剛學員有講過 有很多的電子零組件 包含什麼 被動元件有沒有 砍價百分之二十要穩定單 另外呢 矽晶圓的價格開始出現 第三季有可能會下修 再來什麼 記憶體的報價 第三季已經確定是往下掉 如果第三季是旺季 手機會賣得很好 你的需求 需求 對 需求增加 為什麼報價往下掉 為什麼大力光的盡頭沒有訂單 所以你一直去把這些蛛絲馬跡都拼湊起來 你就會發現其實今年的手機 不管是蘋果還是飛瓶三星都不會很好 那當然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 就會變成是一個完全脫鉤的一個情況 完全脫鉤 只有熱錢去做堆積 那大家知道 其實上漲靠前堆 下跌 靠風吹 風一吹就倒 啪 熱錢走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另外呢 大力光法說會結束了 下個禮拜四 重頭戲才要來 誰 台積電 台積電會不會說真話 這個就是我們在接下來 下個禮拜四 要觀察的重點 是不是全球的晶片跟手機的整個產業鏈 會開始出現跟預期出現 比較明顯下修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下個禮拜最重要觀察的地方 好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玉金光好了 因為現在有人說 這個惡哥的狀況 你可以來討論一下 因為大哥大力光太貴了嘛 那雖然他很誠實 可是大家買不起那玉金光的部分呢 玉金光現在大家應該也還是買不起 他3406 這個 已經飆到那個部分 對 玉金光基本上你看到 838 八十幾萬一張 那你說貴嗎 超貴的吧 對 那另外已經有人喊到一千了嘛 這個已經是被列入 被外資列入準千金股了嘛 所以這種東西 為什麼他會表 第一個當然是錢多 第二個就是 他的客人就是 大客人就是誰 就蘋果 他純度比大力光高 對 只要一講到純正血統的進口 就是大家都會想到這個玉金光 他的走勢跟大力光又不太一樣 對 所以他為什麼會比大力光強 原因是因為大力光他的客戶比較多 那他是產業龍頭 玉金光就算是純蘋果 他是純蘋果 那技術開始慢慢追上大力光的時候 市場上就會對他有所期待 再加上現在熱錢的推波助攬 然後呢市場上不斷的消息放話 就變成這樣的結果 但還是在相對高檔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自己考慮一下 這超級危險 因為玉金光他們公司派 在市值管理的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其實在投資人的部分 你要小心應對 好 謝謝韋傑的提醒 那我們再來關注呢 再來關注到美國的部分了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呢 現在領事驗金的人數 看起來有稍微的下降 那麼其實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都在看啦 就是11月選舉之前 到底會懷還要噴 沒錯 那麼川普當然是拼了命的 要把股市拱在這邊好棒棒 因為他也沒政機可以講啦 他防疫做得那麼差 他除了可以很自豪說呢 你看我減稅 我讓美國企業呢 感覺很舒服之外 股市也這麼棒 所以都是我的功勞 那麼有個有趣的新聞呢 拜登最近要說了 他也要大家來多買美國貨 有人就想到 這不是像川普講的 美國優先嗎 沒錯 那我想其實 川普跟拜登 在這一次的這個競選 其實最大的差異就是 疫情的影響 那現在目前 剛剛我們新聞面前一段有提到 拜登跟川普的選舉差距 民調的支持度已經差到了 大概12到13 甚至在全部的最新的 十大機構的這個投資人票 這個選舉人票裡面 其實如果是現在投票 拜登早就贏了 拜登已經贏了 那拜登贏 對美國股市好還是不好 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會取消 川普的減稅的方案 沒錯 而且他會加稅 從21%加稅到28% 這會造成這個標普500大企業 他們的獲利損失12% 這個是拜登對股市比較不友善的 所以華爾街很怕川普落選 因為是大利空 沒錯 而且中國呢 基本上也覺得川普比較好處理 所以為什麼市場上會一直覺得說 川普跟中國合作 其實你去想一個邏輯 他都可以跟俄國合作 為什麼不能跟中國合作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不多說 那另外這個預估值 基本上是137 那在這個公佈出來是131 那所以其實有優於市場上的預期 這個初次申請失業究竟 但大家留意一下 過去這四個月十六週 累計已經有五千萬人申請過 可是你看到在最近這裡 最近這一個月以來 其實下降的速度變慢 為什麼 因為開始又風週了 然後重啟經濟又開始暫緩 所以失業的人數又增加 我們剛剛一開始也跟大家講破產 倒閉 關閉店面 都一直在增加 所以其實這個數字掉不太下來 這個也是會打擊到川普選情的地方 另外我們再看下去 基本上以現在的美國人的收入來講 這好酷 史上收入最高的經濟衰退期 也就是說經濟很衰退 但是人民還是很有錢這樣解讀 對 沒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政府補助 我一直撒錢給你 你沒工作來找我領錢 來找我領錢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美國人 都不太想再回去工作 太爽了 而且還要有儲蓄率很高 對 太爽了 你知道嗎 我這一個禮拜 保守估計一個禮拜領一千美元 這個這麼爽的事情 大家當然不想 我什麼時候不用坐牢在家裡 三萬塊就給我 三萬塊就給我 流血流汗曬太陽 我只能領到六百 拜託 這很累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異常的現象 我們就在看 這個政府補助退場 退場之後 整個收入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的同時 美國民眾的消費力道 會面臨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品的所需 你會不會付不出來 第二件事情 你的貸款償付能力 我們過去一直提醒大家 房貸 信用貸款 這種貸款的東西 都是跟美國人息息相關 他們如果付不出來 其實在美國金融體系 也會出現一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美股的部分 大家特別留意 其實在這邊整理出來的三個重點 影響美國股市 第一個當然是FED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會不會繼續寬鬆 當然以現在來說 他們大概不太敢在大幅度的寬鬆 但是不大幅度的寬鬆 美國股市會崩塌 所以這個是一個兩難 再來就是疫情 另外一個就是選情 所以這三個重點會影響到 未來美國股市的一個發展 好 那麼再來聚焦 來到的是中國了 很多人說現在醒啊 因為之前都沒漲到 現在這一波瞬間 上陣很深都很狂 漲得不停 甚至有人說一句話叫做 不受國安法影響 那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影響 因為中國的股市本來就沒有在管那些東西的 對啊 沒錯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很封閉的市場 那因為現在最夯的是呢 有個新聞說 大家都去封開戶了 80後的人都跑去中國股市開戶 還創了新高 對 那大家就在講啦 擦協同理論會不會再來了 會喔 因為有可能2015的泡沫化甚至會再重演 會喔 你看現在全球的狀況都是一樣 包括台灣 包括中國 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 其實新開戶數都一直不斷的增加 在今年以來 基本上都是創下了歷史新高的增幅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一波在三月份的跌幅 吸引了很多想進場的投資人進場 那當然我們過去也跟大家講 這些新手在過去這一個季度 全球股市大反彈的行情當中 一定有藏到甜頭啦 績效比對沖基金還好 對啊 而且是數倍的好 那這個有沒有看過 一張三月底有進場 隨便買都賺錢就是送分題啦 有沒有看過那個美國那個散戶的Leader有沒有 他那一天他在他的那個視頻上面說 來 我這個26個字母隨便抽 你只要把它組在一起我就去買 隔天就漲漲漲 他就是這樣子玩啦 太好笑 對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的市場有多瘋狂 那當然在瘋狂的過程當中 代表就是泡沫的影子已經在裡面 所以其實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你會發現股市越漲 其實他經濟也沒有好 那更何況他現在面臨什麼 現在面臨到非常大的勞災 規模最大 那勞災過後 當然一定會有一些疫病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農糧的生產 會出現影響 所以其實未來我們大膽預估 到了明年 中國大陸的糧食 將會出現一些短缺的現象 因為目前這些淹水狀況 導致濃縮物 根本就沒辦法鎮 你沒辦法種 你看四川 重慶那邊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的糧場 那邊生產的這個作物 其實基本上都是供應 中國所需的地方 然後淹的那麼嚴重 所以其實在目前看起來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為什麼現在人民銀行 不太敢去印鈔 我現在明年我都沒有糧食吃 我都怕通貨膨脹 我還去印鈔 加速明年的通貨膨脹 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 代表是在萎縮 那你看到的一些 比如說人民幣 離岸價開始創四個月的高點 其實有一些是資金刻意所為 就像剛剛玄音有提到 越是在國家動盪的過程當中 股市越不能跌 而且我過去都沒漲到 那我現在利用這樣子的股市的上漲 快速度的上漲 強勢的上漲去轉移市場上的焦點 其實也是一個政策 所以其實在現在目前的背後 中國大陸股市漲得越兇 其實代表後面所隱含的 經濟的壓力越大 那當然我不是說它不會再漲 只是說它在落後補漲 什麼時候要結束 全球股市最弱勢的市場 在做補漲 補漲結束之後 會不會也代表 全球股市的這一波反彈 也進入到了尾聲 這個是我們後續 反而要去重視的地方 那所以跟中國相關聯動的 ETF或是激進的話 現在怎麼觀察 其實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就是前波高點 2018年貿易戰開打的那個 起跌點的那個高點 大概是以激素面來觀察 是漲幅滿足的地方 那當然有可能它會漲超過 那漲超過你就順勢而為 那你手上已經有佈局的你就看 只要它沒有跌破月線 站不回去 你大概持股就續爆 那如果說它跌破了 站不回去 開始出現轉弱的發展 那當然你在手上的持股 就要開始進行調節 這我們先跟大家講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黃金 還有今天的關盤重點 其實黃金也蠻妙 因為黃金作為避險貨幣 應該是股市很差 它才很少 現在已經完全脫鉤了 都一起齊漲 對 我想黃金 在過去上漲的這個過程 當然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美元的信用崩塌 好 美元持續在貶值 第二個是通貨膨脹 再來就是負利率的產生 所以其實未來 在黃金的價格上面 仍然是有持續往上推升的空間 這個是 只要這個趨勢 大環境不改變 黃金的價格 都還是會持續 比較偏強勢的發展 這大家要注意 那今天的關盤重點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現在的外資 在昨天台北股市 這個微幅度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調節的力道 開始慢慢的增加 那另外新台幣是連續兩天 出現了貶值的發展 所以後續在新台幣的匯率 跟外資的動態 是影響台北股市短線強弱 一個最重要的指標